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我是主播唐胡萝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感谢大家支持 靖康二年四月,金军兵临东京变凉城下 经过两次围城,最终变凉城破 金冰所到之处,生灵涂坦,哀生连天 惶惶北纵,自此转入灭亡 靖康之耻不仅刺痛了汉人的内心 还衍生出了一个副产品 直接颠覆了古代女子的癥结观念 可以说是害惨了女子千年的时间 直到今天,这种影响还在持续着 时光回到风雨飘摇的北宋末年 公元1111年 以宋徽宗为代表的北宋统治阶级 想要收回被辽潮抢走的燕云十六周 有人提出了联合女真族灭辽 夺回燕云十六周的计策 这计策一下子就被宋徽宗认可了 并派人去和女真族商议 却没有得到回应 到公元1118年的时候 女真族已经建立了金国 而且辽金两国战争已经是打得如火如荼 这时候,宋徽宗再次派人出使金国 商议说 我帮你灭了辽潮 然后把燕云十六周给我 你看怎么样 金国一看 这和我的目标没冲突啊 就划定了宋朝负责攻打燕京 金朝负责攻打中京大令府等地 辽潮被灭后 燕云地区归宋朝所有 作为交换 把以前每年上贡给辽潮的碎壁 给了金朝 结果这一打不要紧 彻底的把宋朝若报的军事实力 显露得彻彻底底 宋朝没能把燕京打下来 反而又被岌岌可危的辽潮军队修理了一顿 最后还是靠金朝自己把燕京打了下来 燕云地区被金朝占领后 北宋要求践行谋约内容 金朝说 你们这不是光耍嘴皮子吗 没出力还要求按合同执行 宋朝无奈 只能每年再多交一笔钱 换回了燕云地区 没想到的是 燕云地区的人口 都已经被金朝掳回了东北做奴隶 留给宋朝一座满是残横断壁的空城 金朝最初并没有想吞并宋朝 主要是刚灭的燕朝 得到了大量的人口和土地 暂时也没想着再去扩张 所以最初和宋朝之间的相处 还是挺和平的 承诺的合同内容 该执行的金太祖也执行了 结果后来 北宋自己单方面频繁违约 给金朝有了攻打宋朝的借口 同时 通过几次的接触后 金朝彻底地看清了宋朝内部腐朽不堪 军事力量不堪一击 但是物产丰富的面目 这不就是个软柿子吗 于是在公元1125年 金朝开始南下攻打宋朝 经过几次的短兵相接 每次都带走了宋朝的一部分财务人口 宋朝对于金朝的攻打 根本没有有效的抵抗 在第二次开封之战后 公元1127年 战争以宋徽宗和宋清宗 被俘结束 北宋灭亡 北宋灭亡后 不仅是皇帝被俘 而且所有皇子 飞瓶 公主之类的皇亲国戚 还有宫女 工匠等人口 不下十万都被掳回东北做奴隶 这次战争就被后人称为靖康之变 不说灰清二宗被俘后的生活 单说被俘虏回东北的这不下十万人 结局如何呢 男的做奴隶 做苦工 女的命运就悲催了 大家都被当作娼气 任人玩弄 尤其是皇室的子女飞瓶 更是被重点照顾 这也是和女真族少数民族的民族习性有关 民族间的战争 最后战败的女子和牲口 都会当作财物被抢回来 这是繁衍后代的工具 所以可想而知 当初在宫里那些皇室子女被俘后 受到了天壤地别的待遇反差 他们心里的痛苦有多大 靖康之变的战争 不仅给北方的经济和工业发展带来了毁灭 更重要的是 此后带来了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变化 这种变化让此后数千年的女子备受屈辱 是什么变化呢 在靖康之变发生后 包括皇室女性在内的大量人口 被带回金朝老家东北 当作奴隶和娼妓对待 这个耻辱让当时的主流封建儒家思想的道学家们感到耻辱 所以开始逐渐摒弃北宋时期以前模糊的真操官 由重生命大于重贞结 并为大力提倡女性的贞结高于生命的意识形态 北宋以前虽然也提倡贞结 但是并不反对女子改嫁 而且女子改嫁后也不会受到歧视和不公平的对待 甚至是女子离婚 在北宋以前的社会也是不少见的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妇 是秦始皇时期一个叫巴卿的妇人 丈夫死后终身未再嫁 秦始皇为了表彰她的真洁 为她建立了怀青台 虽然秦汉时期对于妇女守管后不再嫁表示尊敬 但是并不是反对女性丧妇后改嫁 而且即便女性改嫁后也不会受到歧视 如前汉朱买臣离婚后前妻改嫁 朱买臣发达后还和前妻友好往来 后汉的蔡文基改嫁三次 也没受到当时人们的轻视 唐代就更不用说了 唐代的思想观念开放 女性对于真洁的观念也相对宽松 离婚改嫁的例子更是多见 那时候的女性就可以大胆追求自己的爱人 也相当于是自由恋爱了吧 一直到宋朝初中期的时候 关于女性的贞洁观也是保持着宽松的态度 女性离婚改嫁也并不是什么不齿之事 范仲淹的母亲改嫁 王二世的儿媳离婚改嫁 这些都是有史料记载的 可见在这时候的女性 并没有必须要守寡保持所谓的真洁的必要 直到健康之变后 这一切都逐渐变了 北宋理学家陈怡的 饿死事事小 失节是极大的真洁观 被南宋理学家朱熙吸收推广扩大后 逐渐演变成了女性丧夫后要守寡 不守寡就会被认为不洁 就要受到社会的歧视 这个思想逐渐被后来各朝代的统治阶级利用 以遏制女子正常需要为代价 标榜所谓的真洁和忠贞 靖康之耻作为一个分水岭 民间对于妇女的真洁重新思索和关注了起来 在此之前 人们以包容开放的态度审视妇女真洁 北宋时 理学家虽对妇女真洁观大肆缩较 甚至上升到与忠诚并列的高度 但对当时社会环境影响还不是很大 靖康之耻之后 这道往事成为南宋难以启齿的大耻 道学家们逐步舍弃了众生存轻真洁的观念 转而极力提倡妇女舍生命保真洁 到了后期 这种约束愈演愈烈 女子真洁逐渐上升到了与人格 宗族名誉息息相关的地位 影响女子近千年 经过宋朝、元朝和明朝统治阶级 对这种畸形的真洁观的推动发展 到了清朝 这种真洁观被发展到了极致 不仅要夫丧守寡 还要为嫁妇丧守寡 甚至要随葬夫陪葬 这种真洁观甚至都写进了清朝的律法里 我们后来经常听说和见到的真洁排放 便是清朝表彰真洁裂父的奖励 北宋靖康之变以后发展起来的畸形的真洁观 数百年来影响并残害了不惧其处的女性 扼杀了她们正常的感情需要和生理需要 更有相匹配的果族等陋习 让女子承受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残害 直到1949年 中国那些坑残女子的陋习才被废除 所以啊 现在受穿越类的影视剧影响的小女生们 别总想着穿越回去了 真回去了 那才是绝望的开始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女子们在生存与真洁之间 除了殉杰外 已别无选择 五代时期女诗人花蕊夫人 在亡国之时曾写下 君王城上数祥旗 妾在身宫哪得知 十四万人其卸甲 更无一个是男儿 国之将亡 男儿们没有能力保家卫国 却寄希望与女子守洁自尽 这是很不公平的